香港時間早上 我一開始的時候 很簡單地說 今天就叫大家重新批評 因為鄭大堅請那群人 都不斷有新戶口去做這些壞事 雖然少了很多 但是他們不斷有的 QR Code 給大家打傷 或者用Google給大家打傷都可以 但是QR Code 給大家打傷安全一點 但是我也順便回應一下 其實有一條人 有一條馬提鴻的八婆在那裡笑 鄭語令 訪問 這個 DOOM PART 2的主角 訪問的那些口音 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是 Asson Police這件事 或者Grandma Police這件事 我覺得這真的是香港人支持 其實真的 你不要說英國 連德國都不會有人去質疑口音 因為這個題目很敏感 OK 口音是正常的 其實 甚至我可以說 正常 不會用Asson 尤其是全球化了這麼久之後 沒有人會無緣無故去挑戰你Asson Asson 德國人說英文也有很多口音 一聽就聽到是德國口音 一聽就聽到 我都不會走去 我想我是一個非英語國家的西方國家生活 德國人 德國人有德國人的口音 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口音 我香港人有香港人的口音 你不要緊 很正常 你馬提老這些 當然是土共先做得出的 甚至Thomas Wong 他過分到 挖到德國警察好像希特拉那樣的款額 這件事我不是開玩笑的 這件事我會報警的 這件事 他報加拿大王家警察 因為王家劇警 因為這個是欺罪 來的 Thomas Wong 可以選擇 避免了這些 不要再挖這些 你可以選擇做事 你不挖這些 我就採取法律行動 挖到德國警察是希特拉那樣的 這些就是土共的行為 這些就是大中華交的行為 一點尊重都沒有 對其他的民族 對其他 對整個社會 這班人真的是社會垃圾來的 你應該明白為何會有三本一夫的對白 但是anyway 這一集說23條 因為有人說 我猜這些是土共才提出的 好中國思維的 好中華化思維 我說 對那些違反國安法律 23條的人 可以取消專業資格 取消他做公司動事資格 這些是中共才做得出的 這些真的 善道的 提出那些建議的人 應該抽出來 怎麼知道制裁就反人類罪了差不多 接著他最離譜的是 取消護照 因為 其實這個是 你如果拿正 不要 《基本法》《交聯合聲明》 這個是違反公民的出入境的自由 但是你也知道 現在周庭的遭遇 你也知道 哪裡有人尊重出入境的自由 喂 人家明明放了還要 怎麼樣 監控的 真是很離譜 那些懲教署那些官 全部連在那些家人 那些招全部都要起出來 所以 這些人全部要抓去 一出去外國 一出去英國 就應該去抓 這些反人類罪 這些 真是反人類罪 你那些 什麼公務員那些 我做事 不好意思 這些人是人渣 香港警察和香港情侷都是人渣 不用說 好 問題就是 有人提出這麼人渣的想法 我不知道是誰提的 我很想知道是誰提的 公民出入境自由是基本自由 其實 你那時候香港政府不承認BNO那句 已經是違反國際條約的 是很明顯的 我告訴你 因為 你中英聯合聲 你中方備忘屋已經是說過 你容許 香港人使用聯合王國發出的 他又正面出入的 OK 這件事是很離譜很離譜的事情 OK 但是我相信北京會做 因為你看到習近平 已經是完全失控的 習近平 習近平 現在習近平用的手段 已經去到就是為了 權力維穩 什麼都行 什麼都做 無我不作 這個就是現在 當前最大的問題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未意識到就是 現在已經無我不作 習近平覺得 他想怎樣又怎樣 他爭的 他覺得 可以做就是 他完全是沒有 一些做人的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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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聯合聲明 那些他沒有 你不要想 就是說 基本法 什麼什麼規定 那些 我夠知道 如果真的假正基本法來做的話 你絕對不可以 你不可以這樣取消護照 絕對不可以 這問題是 絕對不可以 習近平 這樣會不在乎嗎 他清理的話 就不會有國安法 是不是 國安法應該是違反聯合聲明 很清楚的 但是這個是和尚打散 和法無天舉 信毛澤東那套 毛澤東最賤格的那件事情 是他當法律 是純粹一個專政工具 根本就是怎樣 當權者 就不會受法律管制 法律是可以整理的 法律可以整理人的 OK 所以 說什麼犯法不犯法 那些 我心想 非法 這些不是法治國家 這個是人治國家 OK 甚至是 非法治國家 OK 非法治國家 我之前也說過 德國這個確認 這些是非法的 所以 但是 我也要說 現在兩種不同的情況 就是 如果他取消護照 的情況 第一種 你 我分兩頭 我會用 那個人有沒有BNO 先說 先說 如果你同時拿特區護照 加BNO 你人在海外 他現在說 你 因為國安受通緝 他取消你特區護照 OK 對 這種情況 這種人 是很簡單的 如果他真的 取消你特區護照 我覺得是玩到這樣的地步 對這種人 你就 找英國外政部 那時候還未平權的話 就 英國國籍法 Session 4B 都應該是 都應該適用於你身上的 就是你用Session 4B 因為你是 Action or In Action 的情況之下 你沒有 阻止 第二個國家的國籍 你變成Single British Nationality 就是你唯一Effective的 Nationality 是British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只能夠 就 你很簡單的 你只能夠 那你成為英國公民 即是你 那本特區護照 是肯定沒有用的 即是如果你不是英國 你是一個國家的話 我想都幾吵架 我這件事 要跟英國政府談的 這件事 所以 都是為何說 一有23條要盡快平權的原因 因為習近平真的做得出來 這些事情真的做得出來 即是 如果你未變成BNO 我勸你是高危人士那些 你真的要 Renew BNO 你在海外的話 當然搞得不好 因為你本特區護照 都不可靠的 即是這個 如果你是有資格 我BNO 而你 如果你在海外 你 完全沒有BNO 那那些怎樣 這個我會劃分兩頭 再 再分 如果你是前BDTC 或者你父母是前香港的BDTC 你可能你要提出你父母是BDTC 或者你本人是前BDTC的一些證據 即是來香港出生 你可能要跟英國政府談一談 所以你說 平權 又沒有壓力 要遮蓋到BDTC 或者BDTC及其後代 是有的 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 如果突然間 你特區政府取消 那個人 其實他主要是針對那些 在海外的那些年輕人 他到處都去不到 當然你說 你可以拿一本 牙文證 或者 如果你出現這種情況 你拿到牙文證 其實 牙文證 或者Hole Office Travel Document 但是你都仍然是不方便的 整件事 就是擺明是有人覺得 這樣整人很過癮 這個很共產黨 這個我告訴你 很共產黨 如果你是沒有B 如果你的父母是BDTC 或者你本人曾經是BDTC 我就覺得 你應該要保持有關文件 你日後有用的 OK 你要有這個罪 那麼當然 當然要談BNO的 就是你不知道BNO的平權 BDTC香港的平權 變成是有必要談 變成 有人提出這些事情 這是鴨心邪惡的 不用說 絕對鴨心邪惡 我不用懷疑 這個 即是你現在人在海外 你一定要計算一下 你自己有些什麼Document來收 你一定要 即是你是手足 尤其是你是做手足 你一定要 你不要 你不要大安止意 因為你要砌這些個案是很煩的 告訴你 是很煩很煩很煩 即是就算有一條 我可以救到你 當然最好是大規模平權 當然 但是如果你還沒有大規模 你也要有一個心的準備 可能平不設權的時候 你可能突然間 這樣玩的時候 你也很麻煩 國籍這件事情 是可以很煩的 我想 我是印尼華人 我就很感受過 我都說 為什麼我BNO平權這個 我頭身這樣說 那我是印尼華人 我就明白 印尼華人 印尼華人就是國籍人球 你以為好像Thomas Wong的大中華膠 跟黃毓民一樣的大中華膠 喂 南洋人那些痛苦的可以 完全是怎麼說 沒有東西的 那些人就是學人畫政治漫畫 叫修皮 叫他去 我等一會 我他的樣子出來 給大家鑑賞 我在想好嗎 好嗎 我想對於 在海外那些 我是這樣看的 然後另一個情況 就是你現在還在香港的人 我現在還在香港的人 我只有一個答案給你 就是你現在盡快走人 因為他現在 這個是變術封關行為 我沒事的 你 我BNO不讓你出入 然後我突然間 無意見取消的特區護照都可以 為什麼當初英國要發BNO給香港人 有原因的 第一 第一 Hong Kong Hand over to the China to China referendum 這是第一 第二 BNO就是護照 其實那時候英國想爭取 是比下一代的 因為 就是怕你中國政府會 去監人挨後 怎樣 你用他發出護照 你知道中國很流行的 你無緣無故取消一些公民的護照 至少就是你 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你的出入境自由 不單止是中國保證 就是中國打方便成果 英國是有措施 令到你可以離開香港 這件事都重要的 這件事就是英國 所以人們說BNO不是什麼 Emergency Door 其實DNO 完全是Emergency Door 就是因為他的出生的本質 跟B.O.C.那些不同 B.O.C.那些是另一件事 B.O.C.是馬來西亞政府想 那時候怎樣 要英國搞出來 是 馬來西亞政府不想要幫華裔 因為那時候 你知道馬來西亞人那種民族主義有多狹藝 那但是你現在 你沒有 你B.O.C.在香港 你沒有可能 你已經做不到第二件事的功能 他不讓你身份證出 他的身份證不鎖住 你不讓你出境 不讓你用特區護照 但這些狗招 你中國用得多 所以你 如果你本身 譬如以前 你被人抄過牌或沒有 或者你 你不要說我現在我發表一些汪莫宴的武士 我不會這麼看 習近平一定跟你玩斗壇三十年 所以如果你曾經發表過那些 就是走得比較前的 或者你做記者那些 評論人那些 你現在就要走的 因為如果有人提出這些東西的話 他真的下一步就想著 是搞起行政演 這幫套共想得出的 套共 你看到習近平已經瘋到 其實他用的手段已經越來越無賴的 你都看得到的 所以你說我怎樣 我經常都 現在我就是 如果你有BNO就好 如果你覺得 可能這件事很法學化 我的建議是 你現在就好走 不要等到最後一刻才走 這件事極不明智 OK 這件事 這件事不 即是你不要當共產黨是正 是怎樣 是正常的 你當共產黨是正常的話 就輪到你 你真是不正常的外面 他這個習近平是瘋的 真是瘋的 是這個人 他真是懲罰的 他懲罰到這樣的話 你唯有是 去到外面先 其實現在最慘的是什麼人呢 你父母不是BDTC 你德本特區互奪 這些人就是最慘情 這一類人 如果他在海外的 我就真的覺得 你如果能夠盡快入籍 那當然盡快入籍 你如果你在短期裏面沒有盡快入籍 其實可能23條沒有 你自己申請雅民 你申請雅民的原因不是為了居留 是為了一個證件 OK 因為你作為藍民 你仍然有那個 聯合國的公約 那個藍民證件 可以travel的 你 即是你要跟你所居住的國家 是我沒有 其他證件 再可以renew 這樣 就是你當然你盡快 盡快 這個尤其是 因為你對 有 家裏有BDTC HK背景的 或者你本來就是BNO那些 那些 那些抵而搞 英國政府會包底的 那些 但是 你完全沒有這些背景的人 你就很慘 如果你是南洋人 你最好研究一下 你和以往 你還有文件在受 你父母有關的 你研究一下 你和你父母的國籍關係 可能最後 在緊要關頭 我告訴你 我認真 我認真 我很認真 但是如果你是沒有的話 你還是香港的氣 有些人說去台灣 但是你隨時知道 台灣隨時會打 還有 台灣不少 台灣 我一直都不建議台灣 很簡單 有需要的手足 就給這些國民黨官業為了 可以黃毓民 應該在台灣就可以留在台灣 你想到這件事情 你就知道台灣的官僚制度 那個官僚系統是很有問題的 我不用說什麼 為什麼黃毓民這個台階 可以在這裡 你應該抓了他 應該 是不是 這件事不複雜 不複雜 嗯 或者你一些以往的言論 譬如你在採訪的紀錄 你最好 你最好 帶出來 你申請亞民有用 你這個你就真的要這樣申請亞民這個問題 因為 有人說到 23條玩到要集中營的時候 你都會猜到 你習近平已經瘋了 他不會只是抓一個半個 他會抓很多人 習近平不理的 現在他只是要拱募 所以 你這個 你幾瘋的事情都有的話 你只能夠 你要保住你自己 這件事情 我很衷心 所以為什麼 這一節我一句話 就是香港經常說的 因為 一想一下 譬如芬太陽那些 我還沒說 美國初選 美國初選 可能我今晚再說 OK AI AI晶片館制 你看到很多 這些題目 開始處理不遲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其實我真的不太喜歡 對付那些 大家派出來的走狗 你現在 你現在 唯有 你真的要自救的話 就是 你 你的 document 做好你的 document work 然後 就盡快出去 你沒有什麼選擇 因為 你唯有 你自保 因為 你現在說 你躺平了 你不好意思 你不要相信那些熱狗 那些熱狗 現在收到遷案的東西 而且他們隨時 就算說這些 他們都會被人當狗賽 這樣說 這個機會不小 沒有什麼 共產黨是這樣 真的 共產黨是這樣 喜歡割狗 真的 他用完 用完就即棄了 是這樣 我想 西方 我也這樣看 救生艇 真的要盡快放得更多的救生艇 特別 美國 那個是很重要的 美國 因為 英國收到這麼多人 英國 你只要 take care of BNO 和 BOTC 香港 那些人其實已經很大數目 歐盟都應該會幫英國 share 我可以說 做英國公民 就很簡單 歐盟 你就很容易收人 說真的 卡拉大 澳大利亞 都幫英國不少 你剩下那些 其實美國 就真的要做 有重要角色 剩下那些 你也知道 沒有任何BOTC 香港背景那些 你也知道 有些 要不就好像陽天氣那種 真的很慘 那些 要不就隨時有鬼 混進去 你也不知道 這個也很煩 這件事 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 是要大家 要一些 美國是要做事的 美國 當然我覺得 英國是要果斷儘快平權 現在 但是 我也知道 英國平權 英國平權 可能會引發封關 OK 這也是一個問題 英國平權 而且 有些國家的救生艇 比如說 加拿大那些 是有些問題的 你也猜到為什麼 加拿大華裔的 所謂華裔代表裡面 有一部分 現在還是幫共產黨的 我想 大家這幾段時間 看過這個節目 都明白發生什麼事的 老實講 好像趙錦榮這些 真的 莊文浩那些 那些是真的 那些 但是有些人 華裔代表 很深感 喜好 有些人住在加拿大 還投共 那些人真的要抓出來 那些人 還有快必 上訴失敗 我真的覺得 大家問 為什麼快必搞這樣 誰出賣快必 大家問 好了 現在我再說到這裡 真的 現在做Youtube 真的心情不好 真的會 今晚再見 今晚 我們今晚的 topic 都已經排到爆了 OK 今晚再見